欢迎你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一个青年级的农家子弟卖起了新鲜现榨的莱姆汁 这金黄色的莱姆呢比起了柠檬更香了 而且也比较不酸 加上丰富的维他命C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每天光是莱姆汁的订单呢 其实居然可以卖出超过500杯以上 年轻老板的父亲就是台湾无毒栽种莱姆的第一人 每一年的年产量高达了10顿 现在做儿子的把父亲的无毒莱姆献榨成枝 当成饮品来贩售 这样的独门生意果然是立刻爆红 一起来看一看这父子党联手创造黄金传奇的故事 香气十足 汉柠檬是亲兄弟 个性却又不同的新鲜莱姆 将它献压成枝 再加上洛神花酿 配点蜂蜜 就是一杯最天然的饮品 因为以前以后蜂蜜又沉淀了 它育冰的话摇晃会比较大 小毛孝说强健的体魄就是这样摇出来的 而店里的莱姆全都是父亲亲自栽种 四年前他就以莱姆汁为基底 开启了创业路 除了可以喝原汁 还可以搭配各式果粒 桑胜 洛神花或是凤梨 就变成花式口味 这后米也你妈自己做的啊 还能也好 你妈手艺也很好耶 我老妈她说三十年前 三十五年前啊 她在新竹果菜市场的木瓜西丝 这样有一天摇很少 几倍 平均大概都五六十倍就够了 摇到破百 基建就发炎了 当初在肉品店工作 就是因为不愿配合 将品质差的牛肉用高价卖 所以自动离职 我到台北晃了一个月 我看了无数想要加盟的东西 我最好的灵感还是卖自己家里的东西 没有人有 我妈是不同意的啊 为什么 她是觉得会浪费钱啊 这种农产品东西就好好在乡下 人家订出货就好了 都市生活过久了 实在不愿待在乡下帮老爸种莱姆 所以才想到开发成五料来卖 也就因为油谷坚持和霸道 因此时下饮料店流行三分堂 五分堂 她偏不走这一套 要健康就不加 要好喝就加 那我就跟她讲说你要买就加 要买就不加 你很贵气啊 就是好喝和健康的选择啊 他讲的东西是 但是叫她去武池安买 你真的有价值吗 有...我有讲过 你客人有没有被你气走 没有 有客人要嗆过我单挑了 于是真的有死忠顾客 专门喝不加糖的莱姆原汁 酸的还蛮刚好的 柠檬比较酸嘛 然后莱姆比较不酸一点 也就因为新鲜看得见 这个酸酸甜甜的饮品 吸引行男美女上门 像是品味的象征 就连日本韩国人也抢着喝 它是用新鲜的莱姆去做的 然后比较没有加一些天佳物 那喝起来比较清爽 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水果 可以加在一起 所以可以换味道 对 最喜欢什么 对 桑胜 因为比较甜 开店四年 从原本一天只卖五六十杯 到现在一天突破五百杯 一颗颗黄中带绿的莱姆 就在小毛手上 开启了黄金传奇 平常柴果才穿这么猛 因为我想要晒 平常在台北晒不到 不怕被刺到 不怕刺 因为我经验丰富 这样子身体要很柔软 我曾经被刮到一个 大概1.5 大概有快一公分的那种深度 刺一痕 血流入住 采奖完好不容易爬出莱姆虫 小毛的手臂上 果真又多出了好几道隔痕 莱姆有刺 你要顺着它刺的方向 慢慢的缓缓的走 不能走太快 容易跌倒 跟人生的哲理是一样 从采莱姆中悟出人生大道理 一旁的侦霸感动到眼泪快掉下来 它以前是稍微有点过动 我们有请那个专 人不足的边缘 专家来帮它做一个训练 你是过动的吗 我是自然不足的边缘 但是后来专家测试 原来是我智商过高了 小毛个性有些臭屁 当年老爸花了好多钱 还特别请家教 并带着他做农事 才让他性格稳定下来 但求学路没有因此顺遂 他认为无法学以致用 所以专科念到被退学 大学又休学 最后是回到莱姆园 才找到定位 赚钱回州卖 他之前我叫他说在竹北 让我们有一家店让你去开 不要收你房租 他说不要 他说我要去台北 帮你打知名度 我说你这样讲 虽然说表面上是对 其实应该说是说 为你自己打知名度 我说这个事业以后是你的 老爸老了以后还是你的事业 增霸可以说是台湾量产莱姆的第一人 当年因为种的人少 所以他才姑且一试 莱姆和柠檬同样是柑橘类 但它无子而且皮薄光滑 长得是长土圆形 味道也没有柠檬那样酸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20多年前 过流行木棉树当行道树以后 增霸就在木棉树间穿插种植莱姆树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两千米的农地上也长出三百多棵莱姆树 为求健康还坚持无毒栽种 不用化肥 所以原子里丰富的生态 就像是社会百态 连杂草都有存在价值 你如果没有草的话 没有草我们就没有新鲜的空气 对不对 如果你全部把那个杂草都除掉了 斩尽杀绝了 我看我们人也是会跟它去 随小毛回到果园 第一件事就是帮着除草 然后是不断抓虫 尤其甘蕨类最大天敌天牛 这个就是天牛的大便 只要天牛一只 这根树就报销 一只就够 大概有五分之一 都被天牛侵蚀到 因为我们不使用农药 所以说这个是必经的过程 我们要能够忍受 所以为什么人家不喜欢 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种植的方法 所以这个产量会很低 就因为无毒 所以争霸的莱姆长得都很丑 有的还会自残 被自己的刺割伤 还有果园到处叮咬留下的痕迹 但丑虽丑 却都是爆 这个香味 我越切一直沉果水 这个香气比柠檬香一些 然后它的酸度没有那么高 种莱姆的前几年 最大的困难是消不出去 后来想到将它做成莱姆醋 莱姆片 问题才解决 只是酿醋的过程 太急躁 反而酿成大错 颱风一来就紧张 就赶快要采收 抢收 那抢收回来没有考虑到它 它已经受伤了 水分很多了 搞不清楚 就赶快要把它坐在瓮里 有一次进去瓮里就安全了 结果进去瓮里没多久 全部长白霉 所以我们倒过一百多斤 但也从失败中 得到最珍贵的黄金比例 十斤莱姆 就八斤醋 六斤冰糖 因为少吃糖 六斤就好 那个冰糖就是在压它的酸 到以后的话 那个冰糖融化掉了 你根本不知道有冰糖 没有很多 光是一个玻璃瓮里 就装进十斤的莱姆 经过醋水和冰糖化学作用 封存住的金黄岁月 在一年后产生殖变 鸡罐94年做的 鸡罐的话是96年做的 而鸡罐的话就是101年 所以颜色是最强 对 老中青三太后有 对 当时是没有想到说会那么多 我们都是累积的东西 一天三瓶五瓶 一瓶两瓶在这样做 这样累积下来 一年下来就五个数量 没有 蛮久的 不做那么多 是 放眼望去 无心插流了成硬 放这莱姆醋 说实在的 我们花的钱 比上面盖房子的钱 多两倍 冬暖夏凉的地窖里 已经放了超过1000瓦的莱姆醋 年份最早的是90年量的 穿梭其中 就像是进到了时间了 它这个东西主要好 在于说我们可以延长它的销售时间 慢慢卖都无所谓 你今年卖也可以 明年卖也可以 后年卖 越成越好 而且价格会比较高 成年的话醋味就减低 酿醋就像是酿酒 越沉是越顺口 曾爸和曾妈都是农艺高手 年轻时还代表台湾到非邦交国进行农业交流 曾爸专长是果树 曾妈是种到和花卉 所以就连洛神花都是自己种自己蜜 虽然不是说像博士还是什么 寿司他们读书那么辛苦 可是我们研发这个要细心的研究 一次就一次 一次又一次 说实在的 我就光试吃都试到牙齿都软掉 因为它是酸的 你要它的甜度 它的甜度你还要研究 莱姆醋剩下的果肉 曾妈就将它和米糟粉和 做成天然驱虫剂 所以连洛神花都是无毒种植 我和阿玛说我还暂时不能死 还没有教会 这都是我自己经过十次八次一直研究 我起先用煮的黑黑不漂亮 颜色没有像这样漂亮 这有多漂亮 而且这个口感又很好 咬到会这样脆脆的 不管是莱姆醋或是洛神花蜜 都提供给小毛 做成各式冷热饮品 母子关系变成了合作伙伴 而且不方便整朵吸管器又会卡住 客人没有打开杯子看 我希望客人怎样 我现在给客人意见 你不要什么东西都很轻易吸下去 你没有看到里面的内容 很可惜你可以把那个盖子撕掉 然后看看那里面 妈妈的手一粒一粒在剥的 那个花朵还在 你弄碎的话 你不知道洛神花长得怎么样 我有信心为成为台北的莱姆大亨 超越我老爸 有了老爸老妈的强力后援 以健康为诉求的莱姆汁 闯出了一片天 连带的莱姆醋 还有周边产品莱姆干 也跟着大卖 甚至还有顾客直接从店里 卖回新鲜莱姆炖鸡胸汤喝 借由碱性来平衡体内的酸 小毛于是成了精华街上的传奇 从前是爸妈帮他 现在是他帮爸妈 莱姆也因此大翻身 不再只是调酒或烘焙的配角